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繼續來進行新企劃 之前陸服新角情報的影片 都是截取實況中討論的影片 但因為實況影片沒字幕 又加上很難剪輯 所以影片會比較攏長 所以這是打算改個方式 改成另行製作方式 並加上字幕 希望能讓各位朋友能更輕鬆觀看 並希望這個新做法能讓大家更喜歡 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本次來談這次陸服的新英靈 神雀青衣 神雀青衣的設定是長大後的青裸 職業屬性部分 雖然一樣還是冰屬 但長大之後從御風變成俠客 走五變走三了 長大後腳反了變短 這是有點可惜的地方 再來看看大青裸 神雀青衣天賦的部分 天賦一樣是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 物攻無條定的增加算非常不錯 比近期的一些角色都需要條件出發來說 好太多了 至少不用擔心到底有沒有符合條件 第二部分 用絕學打敵方可以施加萬旅 施加萬旅的好處是 攻擊有萬旅狀態的敵人時 可以增傷15% 還可以讓敵方只能直線移動 而且看起來是免疫不掉 白富龜也保不了 還有機會剪斷萬旅獲得閃避 但剪斷我覺得是有點難的 因為他長大有兩個萬旅狀態敵方的中間才能出發 PVP玩家一定會避開 PVP則是NPC行動不好控制 要兩個敵方中間有一個能站也不容易 所以剪斷就只能當作附加的 有出發到就算賺 這部分看起來還是PVP使用上優於PVP的 但最重要的增傷15%兩邊都吃 即使PVP用不上直線移動跟剪斷 也算很不錯了 能增傷就是好 再來看技能 首先是清風老夢 這招的重點是封肩狀態 這跟無邪無方建置的風鏡有點類似 無邪是減射程 封肩是減範圍 而且這個有害應該是新的 之前沒看過 應該是用來應對目前流火眾多的AOE角 範圍變小之後 威脅就變低了 PVP也能用來對付AOE範圍超大的王 讓他威脅小一點也是不錯的 但怕王不吃這個狀態就是了 所以這招主要還是以PVP為主 再來看檢閱財星 強迫敵方可以用的技能進入CD 在PVP其實頗強勢 假如一次打到好幾個人都觸發 這樣對方一次就少好幾招了 就很頭大 尤其是對方的助友團斧在CD中 單補被這招強迫進CD的情況下 那就沒得補了 助友就直接被廢了 而且不能補的情況下 可能就會死人 戰況可能就被逆轉了 PV路能用應該也很不錯 強迫讓王放不出招來 但我想被免疫的可能性超大 假如王會吃 王就沒細唱了 接下來是喜鹊穿姿 直線圖禁技 但倍率不大 除非如下圖這樣 可以凸過去之後 觸發剪斷 不然看起來這招用處不大 再來看細葉浮刃 使用完喜鹊穿姿後 就會切換成這招 斜弓的部分還不錯 但單體技落用掉 就切換回喜鹊穿姿了 關於這兩招 我的觀點是 PVE部分感覺完全用不上 PVE則是不如清風老夢 與檢月財星實用 看起來就是個填格子的技能了 最後是靈動 比較特別的被動 若三個行動沒把移動力走完 就可以移動力加1 這招若不裝加移動力的飾品時 因為俠客只能走3格 要出發就只能走2格以下 PVP在雙方僵持的時候可能有點用 雙方可能都在對方的威脅範圍邊緣待命 這招可以增加威脅範圍 讓對方更不好計算 但PVE部分實用性就不大了 而且看起來神卻輕易有吹角 PVE還是用吹角比較實用 做一下神卻輕易的小姐 不太意外還是PVP向的角色 雖然有兩招有K科技的可能性 但依照之前的慣例 我看被王免疫掉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PVE我看是沒殺救 因為看起來是以AOE為主 但附加有害被免疫掉之後 而且神卻輕易AOE倍率也不高 只是白板AOE就沒用處了 很慘 但PVP我個人就頗為看好 角色後面板別太差的情況下 清風老夢跟簡約財星都能影響戰局 尤其是簡約財星 若放得好 是有機會逆轉勝負的 之後就看看實際出的時候 面板素質多了 若是中上以上 應該就很不錯用了 神卻輕易就簡易分析到這 如果本次影片對您有幫助 希望能幫我按讚 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號並按下訂閱旁鈴鐺開通知 之後有新的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若這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文 我會敬意解答各位問題 也歡迎大家加入了APP粉絲團 粉絲團網址我會放在收明欄中 頻道敬意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觀看時 若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30秒廣告 別跳過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 倒個水 深深難要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 能收音機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大家來我的視頻來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開播 等你來喔 下個影片見喔 掰掰